到近江看闽南古厕 你看要不是院子里 刚刚来回穿梭的游客 还有远处的高楼啊 我还真的恍惚以为 自己就是位千金达小姐呢 蓝白相间的布尔图瓷砖 有没有让您想到 青花意味啊 没错 特像中国青花瓷 什么戏曲形式以丑为美 原来啊半丑也很难 布尔图又有什么神秘海鲜 城市一对一 别样古城为您讲述 城市一对一 发现城市魅力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节目 今天我们对话的两个城市 分别是中国的近江 和葡萄牙的布尔图 两位对话嘉宾 我来介绍一下 来自近江电视台的 节目主持人吴景 小冬哥好 欢迎 另外一位对话嘉宾 我们的老朋友 北京电视台记者潘雷 欢迎 小冬好 大家好 好 两个城对话先从中国近江开始 来 请看 大家好 现在我就来到了近江 每座城市的广场啊 都是最能体现城市活力的地方 那这里啊 就是近江的八仙山广场 这儿可是汇聚了不少的人气呢 你看有在这边锻炼的 有带小朋友来的 还有谈恋爱党呢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感受到了这里的活力满满呢 那今天啊 咱们就从这儿走进近江 近江位于福建东南沿海地区 锦民泉州与台湾溢水之隔 这里从唐代开元年间开始 就是重要的通商港口 从海上丝绸之路上 带来的多元文化 在这里汇聚 交融 形成了如今近江独特的气质 现在走在近江的街道上 您不仅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与繁华 浓厚的闽南风情也是令人神往 而接下来的这里 就是您感受近江闽南风情的绝佳去处 当地人说啊 到近江呢 一定要来的呀 就是这五殿市了 为了带大家好好的逛逛这里啊 我可是专门请来了 近江的金牌讲解员 盈盈 盈盈 您好 刘兴 观众朋友 大家好 盈盈 这个五殿市是怎么讲的 这里呢 曾经是近江到泉州的 一个必经之地 在唐代的时候呢 蔡家的五个兄弟 在这里开了五个店面 有卖米的 卖面的等等 那就是有了这五家店面 聚集了人气 形成了集市 远远到现在就变成了 我们美丽的近江了 怪不得说这五殿市 是一定要来呢 咱们还不快出发 我带你去看看吧 走 五殿市传统街区 位于近江老城区的中心 这里不仅是近江城区的 发源地 同时也是一座 占地126亩 拥有120栋闽南特色建筑的 国家4A级景区 如今来到这里 您还能感受到 近江商业繁华时期的景象 这种时尚与传统相结合的混搭风格 也成了如今五殿市的特色 即使是餐厅 商店 书店 这些平常的店铺也会因为 至深闽南特色建筑中耳朵了几分怯影 即使像这样的书店我见过很多了 但是放在这么有特色的传统古建筑里面 还真的是好难得 说到传统建筑 我就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好看一看 那快走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五殿市的民俗馆 你看这个地方特别的精美 像燕子的尾巴翘起 这个就是我们闽南建筑当中的燕围戟了 我发现这个燕围戟上面 装饰了很多彩色的东西 特别漂亮 这个叫做剪瓷 就是把瓷片剪成小碎片 然后贴成荒鸟鱼的图案 非常的漂亮 好看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那个墙体 来 这个红砖墙还是很有讲究的 走进了才发现这个墙真的好有设计感 你看这个花特别漂亮 这种砖雕它是雕刻好了才拿去烧的 这一片都是 看这个 这个就不一样 上面这个大一些的 这个你看它下面有一些细节 包括它的头 身子 有一些纹路 它就是烧好之后 再慢慢地来教课的 是一直瑞瘦 我们这个红砖墙 燕维戟 简瓷 这些等等的特点 就形成了我们闽南建筑特有的风格 而且我们这样的一个风格 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呢 什么 叫做黄宫启 黄宫启 这个名字一定有故事 晋江很漂亮 刚才这个建筑风格有个名字叫做什么 黄宫启 对 这些建筑跟黄宫有什么关系 其实说起这个黄宫启的由来 还真的是有一段传奇在里边 这相传在五代十国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一位美女 被当时的闽王 也就是福建地区的王 分为王妃 那有一天呢 这下着大雨呢 刮着台风呢 这王妃啊 就坐在自己的窗前流眼泪 这闽王就问了说 爱妃啊 你为什么哭啊 你为什么哭啊 是啊 这个爱妃啊 就回答说说 我们家住在海边 每到这种台风天啊 我们家就毛飞污塌的 你家里人真的不知道 要受多少罪了 于是啊 这闽王心疼自己的爱妃 他就说 伺如辅黄宫启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伺你们家可以建得 跟皇宫一样漂亮 这个儒辅啊 既可以理解为是王妃的家 又可以理解为 是当时的整个泉州府 于是呢 这个王妃在找人 下达旨意的时候 他就故意模糊了概念 他就说说 皇上说了 我们家那边 可以建得跟皇宫一样 当这个旨意 下达到整个泉州地区的时候 当时的泉州府 尤其是那些达官贵人家里 就纷纷效仿起了 闽王的皇宫 来建造自家的房子 造得跟皇宫一样 造反啊 估计他也估计到了 可能皇上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过不来 对对对 好 我店是很多的这种老房子 皇宫起风格的建筑 对 我们光站在这个朝北大厨门口 就能讲这么多信息 咱们再往里面走一走 看一看 好不好 来 刘夕 这朝北大厨啊 就是典型地反映我们 闽南人生活状态的一个房子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在外面啊 你感觉是一片红色的砖墙 但是走进来啊 竟然是整体 都是木制的楼 是啊 朝北大厨呢 就是五开街二进的一个建筑 你看它这个天井口特别大 很气派啊 但是有个地方特别小 你看你看 这个出水口特别小 真的是 外面还有一个乌龟石头 给挡住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咱们这个闽南人呢 是喜欢经商嘛 所以这个天井口大 出水口小 代表着就是我大大的赚钱 然后慢慢地花钱 只有这一个出水口是吧 所以这是真正的开源节流啊 盈盈告诉我们 这栋大厨不仅设计上有讲究 里面的陈设 也是按照闽南风俗布置的 每件物件 几乎都体现着闽南人的智慧 我来看一下这个柜子 打开这个门 这个就是两层 中间加一个抽屉 中间还有夹层 夹层 你看 还可以提起来 这里边放什么呀 这个肯定是放金银珠宝的 那就是相当于 现在的保险柜了 而且您知道吗 这里还不止一层呢 据说旧时未出嫁的小姐们 就会住在这二楼 过去是不是千金小姐都 不怎么下这个楼啊 这还挺好下的 我觉得千金小姐大家闺秀们 就是得矜持一点 矜持一点 大家闺秀 这个地方要小心了 小心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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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可算是上来了 慢点 慢点 好 你看 这就是千金小姐住的阁楼啊 还有一个空间这边啊 都是房间吧 也是一个空房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 屋外还有一个大院子呢 这相当于一个阳台吧 对 特别的空话 刚才在底下还只能远远地看着 但这会儿我都可以近距离地 可以摸一下吗 可以啊 你看它上面雕刻的特别精美 这会儿亲手摸到 这种感觉真的是触到了岁月的痕迹啊 这过去一定花费了不少将心呢 是的呀 可是从这个地方 哎哟 这个视线太受阻挡了吧 这院子里要来了帅哥怎么办啊 嗨 这大家闺秀啊 肯定得游抱琵琶半遮面 通过这个小孔 去发现他的意中人 如果他真的找到意中人了 这就得出嫁了 所以呢 我们姑娘结婚就叫出阁吧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看要不是院子里 刚刚来回穿梭的游客 还有远处的高楼啊 我还真的恍惚以为 自己就是为千金达小姐 看就是过去那种 官宦人家住的地方啊 谁建造的啊 这个朝北大厕啊 它是晋江籍的菲律宾华侨 庄朝北他们家 名字叫庄朝北啊 那这位庄朝北呢 就是在他二十多岁民国那会儿 他就跟着自己的家乡人下南洋 去菲律宾打拼创业 也是吃了很多的苦 最终成长为一代富商 那有了钱以后啊 他就委托自己的组长 在自己的家乡 给他建一座最漂亮的 红砖大厕 那因为当时资金非常的充足 有多充足呢 有一个说法叫做 白银可铺地 所以呢 当时他的这个组长啊 就给他请来了 晋江当地最好的 木雕师傅 石雕师傅 准备给他建一座 晋江最漂亮 最精致的 红砖大厕 那后来到这个工程的后期呢 这个抗日战争爆发了 庄朝北就把这个工程 给叫停了 然后呢 就把这个节省下来的钱 捐出来购买枪支弹药来抗日 直到多年以后啊 他这儿子还惦记着自己的父亲 一直没有缘的这个梦 于是呢 就帮助他把这个 后期的这些工程给完工了 所以说这一栋大厕呢 是两代人共同见证了一段历史 可能在建造的过程中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 但是呢 这样的红砖大厕 它的背后都含着这个 晋江的华人华桥 背井离乡 漂洋过海 白首起家 最后荣归故里的血泪打拼石 可以说是 而且还时刻不忘祖国的这些 危难时刻 要贡献一份力量的这种心怀 对 像晋江这样的临海古城啊 不仅要看这种古建筑 看这种大厕 还得看一看他们的古桥 好 来 我身后啊 就是晋江的安平桥了 它呢 可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部分啊 要长很多 你知道吗 它可是世界上最长的 梁氏石桥呢 有2256米啊 不简单吧 现在啊 我就要带你走上去看看 安平桥是建于南宋绍兴八年 因长2256米 所以当地人 以亲切地称它为五里桥 桥面宽将近4米 是用5到8条花岗岩石板铺架而成 1 2 3 4 5 6 哇 还没走到头呢 我发现这安平桥上的石板啊 可真的是好长呢 平均来说呢 都有7 8米左右吧 听说啊 它们当年呢 都是从金门运过来的 而在当时呢 就是利用这个潮起潮落的瞬间 借助水的浮力才架上来的 所以呢 在我不远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水闸 而在它的外面呢 就是大海了 这里是一个入海口 哇 咱们再往前走走 在桥上啊 一共有五座亭子 来供行人们休息 那我现在啊 也是差不多走了一公里 到了这个中亭 也是五座亭子里面最大的一座 又叫水心亭 你看这里边还供奉着观音菩萨呢 还不断地有人过来拜一拜 在这个亭子的门口呢 大家来看 你看啊 有两尊石像 这一尊呢 你看它的造型 大家呢 称它为石将军 它呀可是南宋 这座桥修建的时候就有的 而那一尊呢 是明朝时候的 听说呀 这两尊石将军呢 曾经被盗走过两次呢 但是每次 还没出这个内海啊 就是狂风大作而运不出去 所以啊 到现在 这两位石将军 还在忠诚地守护着安平桥 守护安平桥的 不只是这两座石将军 当然也离不开 热爱安平桥的近江人 而且您知道吗 在1961年时 安平桥就入选了 全国第一批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 可是名副其实的国宝呢 而我们的记者走着走着 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一路走过来 我发现这儿的桥端挺不一样的 有这种两头都是方形的 这个常见 可是这边是方形的 而这边你看 是尖头的 而在不远处啊 还有两边都是尖头的 一座桥上三种桥墩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好 安平桥 对 刚才说有三种不同的桥墩 对 怎么讲呢 其实这个小细节是最体现 当初建造的这个古人的智慧和用心的 因为安平桥这个地方 它是地处入海口 它既有淡水 又有海水交汇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三种形状不一的桥墩 是根据水流和潮汐的不同 来摆放的 比如说那个刚刚看到的 两头都是尖的船形墩 就摆放在既有淡水 又有潮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可能是因为它这个两头都尖嘛 散粒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一边尖 一边呢又是方的 这个半船形墩 我们是给它摆放在 没有淡水 但是只有潮水的这个地方 那两头都是方的呢 叫方形墩 我们就给它摆放在潜水区 这么精妙的设计 当初是谁想的主意啊 它到底是谁设计的 还真的不好说 因为没有史料记载 但是史料记载了 它是谁建的 它是南宋绍兴年间 一位叫做皇户的商人 他呢 因为自己是做这个 海外贸易发家致富的 所以他知道交通啊 对于一座城市的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于是他就倡议 并且带头捐资 来建造了这座桥 那这座桥 一共是耗时14年 可以说最后是 举八方之力共同完成的 在之后的历朝历代呢 都经过了大小不一 规模不一的重修 那其中啊 郑成功他爸 郑之龙 还参与过这座桥的重修 就在我们刚刚VCR里面 看到的那个 这座桥的中庭 有一块碑文 就专门记载了这件事 对 福建的很多建筑和美食 都跟郑成功的家族有关系 是的 新疆的古色古香 很中国很传统 想去吗 想去啊 尤其那屋里的石桥 真想去走走去 而且看看那不同样的桥墩 咱们这样 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另外一个城市 那个城市有美景 它也有桥梁 来看看波尔图 波尔图位于葡萄牙的西北部 是葡萄牙的第二大城市 同时也是一座面向大西洋的港口城市 蜿蜒的杜罗河穿城而过 成为了波尔图老城与新城的分界线 波尔图历史久远 城市始建于公元五世纪 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公元711年的时候 摩尔人来到了波尔图 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了北部基督教 和南部阿拉伯世界商业交换的聚集地 而这些教堂也成为了波尔图的代表之一 据说波尔图老城的13个区 就是根据13座教堂划分出来的 圣灵教堂就是其中的代表了 这座始建于20世纪初的教堂 从建筑时间来看非常年轻 但是教堂外部装饰却十分惊艳 90%的外力面都贴上了蓝白相间的瓷砖 这些瓷砖拼贴成的图案描述了许多圣人的生品 怎么样您看这些瓷砖的感觉 有没有点中国鸡花瓷的韵味呢 那么它们会是源自中国吗 波尔图老城很漂亮 很漂亮 圣灵教堂里面这种蓝白相间的瓷砖 对对对 青花意味 没错 特像中国青花瓷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圣灵教堂上面用的这种叫瓷砖画 真的跟中国的青花瓷有联系 但是非常之曲折 怎么联系在一起的 它们其实是没有烧瓷这个技术的 它们从哪学过来的 是从荷兰 荷兰烧过一种叫蓝瓷的东西 而荷兰跟谁学的呢 是专门到中国学的 当时咱们的青花瓷的制造技术 但是它学过来 只学了一个皮毛 它的硬度达不到瓷的硬度 其实现在说句实话 它还不应该叫瓷砖 应该还是叫陶砖 它们这个瓷砖的源起 还是在中国 还是在中国 但是现在就是 如果你要是到葡萄牙的话 不单单是一个瓷画 就是装饰用的瓷画 比如说在他们的船上面 也会用这个瓷画的装饰 家具上 中国有欠罗店 他们是欠瓷画 然后甚至于 连那个冰箱上面的冰箱贴 也全都是这种瓷画 已经成为了 就是葡萄牙的一个象征了 对 这种事呢挺漂亮 越看越亲切 为什么刚才他们说的安平桥 近江有安平桥 刚才说到这个圣灵教堂的时候 我看里面有几个画面一闪 也有很漂亮的桥 但一看不是石桥 像是大铁桥 大铁桥 对 咱们再仔细观桥一下 来 杜罗河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 第三大河流 发源于西班牙北部的 乌尔维翁山 全长700多公里 在波尔图的杜罗港 注入大西洋 波尔图有数座大桥 横跨杜罗河 其中最壮观的 就要数路易伊士桥 它建成于1886年 桥的高度大约是70米 总长近400米 宽8米 大桥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行驶地铁 下层用于车辆通行 站在桥面上 两岸美丽的风景尽收眼底 除了这座桥 在波尔图还有一座桥 来头更是不小 被列为 葡萄牙国家纪念碑集文物 那就是多纳马里亚皮亚大桥 这座桥1876年军工 直到1991年还在通车 据说这座大桥的设计者 大约来头 好 这两座桥是漂亮 但是还真有不少人是 慕名去这个城市 就看这两座桥的 因为这两座桥 还真的是挺有故事可讲的 因为这两座桥 要说起来的话 它跟法国的一个建筑 是有着一个联系的 哪一位 法国著名一提法国 你想起什么 埃菲尔铁塔 埃菲尔铁塔是什么结构的 钢结构吗 那刚才我们看到 这座叫多纳马里亚皮亚的桥 就是埃菲尔社 而且这座桥 是在设计铁塔之前 可以说埃菲尔在设计了这个桥 并且建造了这个桥以后 把这个灵感再重新地放大 才有了埃菲尔铁塔 在这儿练着手 对 它很多这些力学的 一些支撑的一些结构 对 全都是在这个上面 去等于总结出来这个经验 现在因为时间比较久远了 所以底下 现在已经不让通车了 可以人走在上面 就是 已经现在有很多的游客 是到了傍晚的时候 会到这个大铁桥上 观看这个日落 如果在这个杜罗河上 去站着的话 你正好能看到这个日落 从这个整个河面上 一点点的 一点点落下去 关键它是在接触河面 那一瞬间的时候 整个河面 全都会被打成浸浆的颜色 大错 大错 红色 全都是红色 闽南红 对对对 而且在这个逆光的情况下边 因为它是钢结构 有很多这种 这种力学的支撑的结构 它会影射到这个河面上面 做成很漂亮的那种几何图形 所以在那照出来的像 都感觉特别的前卫 特别的艺术 都说这个钢铁冷冰冰的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人味 不能叫人味 就没有这种艺术品味 对 但其实我发现 埃克尔设计的这个钢铁桥 它其实真是把这种 冰冷的钢铁建筑了 赋予了一堆温暖的 那种艺术力量 对对对 好 这两座桥呢 也代表这两个城市的名片了 一提我们这儿有桥 我们这儿有石板桥 我们这儿大铁桥 我们这儿郑成功走过 哪儿也走过 哪儿也走过 马娇鱼怎么做最好吃 波尔图又有什么神秘海鲜 城市一对一正在播出 在晋江 您可能很难找到一条 相对集中的美食间 但却在不经意间 将整座城市 变成了美食的天堂 而且这些美食您见过吗 13块钱一兜的萝卜糕 哇 还是热乎的 赶紧尝一个 外面好酥 里面非常的细软 米香 萝卜香 淡淡的咸香 真好吃 来 给您十块钱 哇 谢谢 我的面线糊 谢谢 这里面还加了好多的配料 看你尝一口 这个面线 细的都可以画到嘴里面了 里面的肉啊 还有其他配料也很鲜 这吃一口 胃里真是太舒服了 好吃 13块钱一份的柠檬泡爪 哇 这样的做法 我还是头一回吃呢 来尝尝 这个肉还挺厚的 酸酸的 还带点清香味呢 真不错 作为一个港口城市 不来点海鲜怎么能行 这部海鲜大菜来了 这里是晋江的深户港 那我今天可是专门找来了 特别会吃的小黄师傅 来带咱们在这找找美味 小黄师傅 你好 你好 拜托了 没事 没事 那今天咱们要找的美味 是不是这些呀 这边 这边啊 我来看看 是这个是吗 这是什么鱼啊 这是马蕉鱼 马蕉鱼 可是这个鱼现在看起来 并不是鲜活的呀 从远海远过来的 从远海远过来 所以它现在并不是鲜活的 但是 这个鱼还挺沉的 看得那么细 它其实表面看得跟带鱼好像啊 但是你看侧面 这个肉好厚呢 而且你看它的头很尖 你再看侧面的这一派牙齿 厉害吧 我想想看 今天咱们就要吃这个马蕉鱼 马蕉鱼了是吧 没错 那咱们来一条吧 可以可以 多少钱一斤啊这个 20多块 20多块钱 好 这一条大概有个几斤 30斤吧 好 咱们就买一条走了 买一条走吧 首先将马蕉鱼剔骨 切成一厘米厚的鱼片 接着放入食盐 蒜和鸡蛋后搅拌在一起 把鱼片的鲜美包裹起来 现在您猜到 要怎么做这马蕉鱼了吗 这糊上的淀粉 是不是要做炸鱼 对不对 对啊 这么新鲜的鱼 肯定不是做炸鱼 那是要做什么呢 要做一道美味的马蕉鱼羹 哦 原来是这么做的呢 马蕉鱼羹 现在是可以下锅了是不是 可以下锅了 直接下锅 来 这要在锅里面煮多久啊 马上就好 哇 将鱼片放入废水中煮上三分钟 这传说中的马蕉鱼羹 就可以出锅了 本来阿翔起锅的时候就尝尝了 但是小黄师傅说啊 一定要到这儿来吃 因为窗外啊 大海 可以在这儿听海浪声 欣赏的这样的景色 美景 对 美景配上美羹 就这样才叫完美 还真是 你看现在做好的马蕉鱼羹 这个汤非常的清亮 还要加上这个是配菜是吧 对对 有蒜泥 还有香菜 这个是什么 这叫葱头油 本地的特色 葱头油 对 葱头油 我尝一下先 就是炸过的葱末 很香 我已经忍不住要动勺了 我先咬一口 然后再加上这个配料是吧 嗯 香菜 葱头油 这么多可以吗 可以 来 搅一下 搅一下 尝一下 咬一下 怎么样 嗯 鲜浓爽滑呀 这个羹啊 真的是浓稠度刚刚好 而马蕉鱼肉呢 刚碰到牙齿那一刻 它是有一种软糯的口感 然后再咬下去呢 就不是这种爽脆感 嗯 而且很让我意外的是啊 没想到这个蒜味和鱼肉的鲜美搭配在一起啊 真的是一个超棒的组合 你也成上了 来 咱们干一个 干一个 好 马蕉鱼羹 这么好的鱼怎么弄成羹了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做饭 就如果给你这么大的一只鱼 你觉得怎么做好吃 烤 烧 好 反正不能这么可心 这一汤就太可心了 为什么呢 这么做啊 因为它这个大 个儿大 它肉厚啊 纤维比较粗 你把它拿去清蒸啊 它那个嚼啊 要嚼好久 那个唾液和那个鱼肉混在一起以后 就口感不是很好 发酸了 你把它红烧呢 它又不入味儿 因为它大呀 所以呢 有一个鱼民就想了一个办法 说那我拿去炸吧 就给它裹上淀粉 准备入油锅了 不小心放错锅了 放到汤锅里了 就做成了鱼羹 偶然一个机会 对 非常偶然 而且对于鱼民来说 做成椒鱼羹了 它特别实在 实用 为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马椒鱼 它是这个深海鱼啊 你得那个船开出去以后 可能三四天都回不来 你住在那个船上 那船不是会晃吗 然后你鱼羹呢 就比较浓稠 它不太容易撒出来 所以对于鱼民来说呢 它是又好吃又实用 对 小冬你知道 我想起什么来了吗 想起北京的炒肝来了 这不能画得好 不是 你看也是勾了芡的 然后也是撒上大蒜的 也是那种摇晃 摇晃不下去的那种 它这个是人家海鲜 破点酱油就像了 但是马椒鱼确实是好吃 以前我记得有一句俗话 叫什么 山中折孤章 海里马椒昌 对 马椒鱼应该排在最前面 就鲜这个鱼 是 虽然它是非常的鲜嫩 但是它接近于鱼骨那块呢 还是有一点腥味的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去看它 那个马椒羹 里面放了很多蒜呢 来压这个腥味 哦 怪不得做成这样的羹汤呢 滋补效果如何呀 你这已经非常能够明显看 是吧 从小就吃马椒羹汤长大了 咱们俩这就老红烧的 炸都吃成这样 看来一看就渔民的闺女 对 从小吃马椒羹汤长大的 好 这是我们近江的美食啊 另外一个对话城市呢 波尔图呢 他们的美食呢 也很有特点 我们来看一看 在葡萄牙有一句俗话 叫吃在波尔图 美食是波尔图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来到波尔图 当然要尝尝这里的特色菜了 最知名的就是波尔图撒碎汤 当地人喜欢用大豆和猪蹄 以及猪肚等食物一起烹调 再配上波尔图特有的香料 让食物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由于濒临大西洋 海鲜必定是少不了的 吃完杂碎汤 再来上一碗海鲜饭 想想就让人食指大动 普世海鲜饭 是在橄榄油煎过的洋葱 西红柿以及胡萝卜等食材中 加入新鲜的牡蛎 大虾 鱿鱿等等进行翻炒 然后加入生米 用水熬煮成饭 味道鲜美的海鲜饭就做好了 我们的嘉宾潘雷 在波尔图旅行期间 可是没少吃当地的海鲜 其中有一种海鲜 更是让他至今都念念不忘 波尔图有一道美食 让潘雷呢 现在还能念念不忘 确实是 什么呀 而且是我在吃这个美食之前 就当时请我们吃饭的 然而波尔图 都是一个酒庄的一个老板 因为知道我们走了很多地方 他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 你就是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可能尝到 是吗 这一路上就跟我卖关子 我们那个酒店大概距离 他那个吃饭的地方 也就走大概20分钟左右 这一路上他一直在打电话 我问东西到了没有 大概有多少 然后我们大概四个人 就不要再给别人了 我们全部都要了 听起来像犯独意 对 东西哥 就我们四个人 好 到那地方了 等那主菜一上来 它像一个蜥蜴的爪子 蜥蜴的爪子 对 就这么竖着呆着 它很小 大概就这么高 好几个 然后就这么一个一个 在这站着 我在这儿不敢下筷子 那个 就那酒庄的老板就看着我 一看就是我蒙了吗 没吃过吧 不知道从哪儿下嘴巴 然后他还跟我讲 说这个东西 是葡萄牙这边的一个特产 名字翻译过来叫做狗爪背 长在离岸很近的这个礁石上面 他跟我讲完了 其实我最关心的是 怎么吃 我为什么说 它长得像蜥蜴呢 就像蜥蜴的爪子一样 外边是一层皮 它在这个连接处 可以分开的 要把它外表皮这个壳 拿下去以后 然后里边是一个 白白嫩嫩的一个小肉 吃着先把皮扒了再说 好吃吗 里边这个口感 甜甜的鲜鲜的嫩嫩的 关键是那几个 真是吃不饱 这一盘多少钱 一百多欧元 几个呀 几个狗爪 大概有个十个左右 一百欧元 一百多 那不便宜 一千块钱 两地都是海鲜 各有不同 咱们这儿是吃了一个新奇 那儿吃一个更新奇 对 什么戏曲形式以丑为美 原来啊 半丑也很难 布尔图的狂欢节 讲究还不少 有三样东西必不可少 对对对 三样倒 三样 城市一对一 精彩继续 来晋江啊 一定要看的啊 就是这高甲戏了 列位看官 请跟我这边看 晋江的高甲戏 可以说是当地最为快智人口的文化演出形式 也是晋江人离不了的乡音 您现在看到的这出戏 名叫骑驴探亲 主要讲述的是闽南村妇洪亲母 到亲家家探望女儿时 闹出了一系列笑话的故事 情节跌宕起伏 演员表演幽默俏皮 其中这村妇洪亲母和她的老公 这两个角色的表演更是精彩 哇 太好了 谢谢各位老师 我觉得这高甲戏啊 真的是太好玩 太有趣了 我感觉就像是 看了一出现在的喜剧小品一样 你好老师 你好 您二位扮演的是丑爵 对不对 这几位老师是淡爵 我发现在这出剧里面 您二位丑爵的这个戏份 还挺重的呢 是 是 因为我们高甲戏就是以丑为美 以丑见导 其实我注意到了您在表演的时候 这个鼻子上有一个小道具 是 这个胡子 它是夹在鼻孔里面的 对 就夹在 它会影响呼吸吗 不会 不会 而且我发现这个胡子好像还可以动起来 是的 就是说比如我们正常的用法有这样子 用两边这样子 这个是吹气 好的 这个 这个声音是控制哪个地方都让它活动起来的 这个我们主要控制在这个三脚肌这边 这个肌肉 鼻子 然后笑肌这边都要运用到 太棒了 这位大姐您好 您也是扮演的丑角 对 我是扮演女丑 女丑 对 扮演女丑 我是反串的男人 所以对不起 我喊错了 应该是大哥好 你演的真的特别的精彩 是 我们高甲戏的女丑 是最有绝活的 最有绝活的 对 那我能不能向您请教两个动作 好嘛 面部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歪嘴 所以化妆 化妆就是 那个 化妆 化妆的时候咬歪着嘴 为什么 我觉得我使了很大的劲 我的嘴也没有办法咧到这样的角度 其实以前我一直觉得 想把动作做优雅做美了很难 但今天我第一次发现 原来啊 扮丑也很难 高甲戏 对 先说名字吧 为什么叫高甲戏呢 其实说起这高甲戏啊 它的由来可能跟靖江的起源有关系 靖江不是这个中原人吗 在西晋的时候大举南迁 沿江而居 顾名靖江嘛 所以我们的祖先都是中原人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 一直以来有着祭祖祭祀 这样的一个传统 一直到明末清初的时候 这个祭祀的传统呢 就演变成了化妆游行 后来啊 这种形式慢慢的 就演变成了一种吸取形式 一开始因为它 武戏偏多 武刀弄腔的 穿着盔甲 所以它叫歌甲戏 就是新歌铁马那歌 然后盔甲的甲 那后来呢 这闽南语啊 这歌甲戏和高甲戏 它的发音很相似 都是Gogga he 所以呢 最后就叫成了高甲戏 Gogga 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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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所以叫高甲戏了 对对 刚才这个画面当中说 高甲戏主要是以丑诀为主 对 是它最大的特色 这个还比较少见 中国戏曲一般不是以丑诀为主 对对 您说的特别对 说到这个高甲戏的丑诀表演 就不得不提一个人 那就是被称为天下第一丑的 柯贤希老先生 那他呢 可以说是高甲戏 丑诀表演艺术的一个开拓者 而且特别难得的一点在于 他研究这个男丑表演 已经相当成熟了 被观众所接受喜爱的情况下 他转而去研究女丑 那这个难度又升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其他的戏曲表演形式当中啊 这没有女丑的程式可以遵照的 于是呢 他就只能从生活化的去观察 去模仿开始 他就是小到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老到八十多岁老太太 他都去观察 创造了他独有的女丑十八法 所以呢在1961年的时候 高甲戏代表团 还到我们的北京 在华人堂 给主要领导人表演 当时周总理对柯老的这个表演啊 是给了非常高的评价 他说他浑身上下都是戏 正是他对丑爵表演的开拓 使得这个高甲戏啊 从一个地方戏 能够提高到一个全球视角 而且民间老百姓 我觉得还是喜欢这个 对 大家就很开心 对 非常开心 我们记住了 这是福建 近江 也是闽南地区代表巨种之一 对对 好吧 再来看看波尔图 波尔图是一个节 对 来看看什么节 圣若昂节是波尔图最大的节日 也可以称为是葡萄牙的狂欢节 每年从6月23日的下午开始 直到24日结束 圣若昂节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最初是为了庆祝夏至的到来 在节日举行的前后两三周 是波尔图人最活跃的时期 各种活动庆祝接踵而至 节日第一天的下午 在波尔图市中心 会有各种的方队游行 由此拉开节日的序幕 街头到处飘着烤肉和沙丁鱼的香味 每个转角都有街头舞会 大家好饮 狂欢 如果您仔细看 《狂欢队伍》中的游人手里 可是都会拿着三件 必不可少的道具的 哎呀 节日真热闹啊 说过这个节 有三样东西必不可少 对对对 三样道具 三样道具 第一个就是刚才咱们在里面看 要注意注意 所有人都会拿一个塑料的小锤子 那小锤子一打会出声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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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那小时候我们也玩那个 对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就是帮你把身上的 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 没孕啊给你带走 认识不认识你都可以去敲它 你说身上有什么倒霉事啊 给你砸了 陌生人可以敲吗 可以敲 甚至于在当天的时候 我还看很多小孩围着那个 旁边站岗的警察敲 就那警察在那站着 底下小孩 他就当没有发声过一样 还在这儿干 有一警察就走 咱们拿狼头敲 不行 这不行 然后慢慢演变成什么了 青年男女也可以在这个节日上面 互表爱意 拿这个敲一敲 他是敲一敲 敲一敲你肩板 比如我喜欢你 他在后边敲到你 你要喜欢我 你敲一下 拉回家 拉回家去 这是第一样不可少的道具 对 第一样不可少的 第二个就是罗勒 罗勒是在西方那个 就是菜肴里面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香料 那么它可以给人带来好运气 我们互相的时候 在这个节日的时候 会互相赠送罗勒 还有一个就是得带着火柴 哦 当天看到了 一到晚上的时候 会放那个孔明灯 特别像中国的孔明灯 对啊 但是我们问当地人 就是这个东西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波尔图人也说不清楚 但是作为中国人 你就觉得 这有没有可能 是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原因 他们到中国的时候 看到过这个东西了 并且 并且 然后把它回去的时候 带到葡萄牙 因为葡萄牙正好是地中海的 入海口 对面正好就是太平洋 直接就可以走了 当时是在这个晋江那儿 开始兴起孔明灯 对 我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到了广东 是吧 到广东之后又到了澳门 澳门之后很多葡萄牙人在那儿 这个好玩 带回波尔图 又带回来了 好 今天这两个对话城市 晋江波尔图 通过这两位嘉宾的描述 让我们发现这两个城市 背后很多以前没有发现的 这些新奇特 如果您对一个城市 有自己不同的感受 也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做客 城市一对一 品味 城市魅力 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江苏东海 为何被誉为水晶之都 要是有水晶的地方 一定有东海人 那有东海人的地方 也一定有水晶 比利时的安特卫普 又因何称为钻石之都 你光有原石没有用 你就必须要到安特卫普来 品读一无二的东海老白猪 您吃的是二师兄的肉 感情是真的二师兄 是啊 尝安特卫普特色的城市味道 手掌就变成了 安特卫普的一个象征 城市一对一 宝石之都 敬请关注